各位观众大家好,我是装修佬,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消化科。 各位观众朋友,今天我装修佬跟大家讲什么呢?就是讲你们在订造傢俱的时候遇到的难题,如果你们在设计公司那里跟老板谈完那件事要怎样做,要什么款的话,通常去到下一步就会有选择困难症的了,因为你要选择材料嘛,所以我今天就带了两款的材料上来就跟大家讲一讲,其实你去选择订造傢俱的时候来讲,应该要怎样选择它里面的材料呢? 大家千万不要看,少了两份的材料,其实配搭可以很多的,我在这里来讲,就画了一幅图给大家看一下,虽然只有两种不同的材料,不过来讲呢,它的配搭就千变万化,就可以去到有四种不同的配搭出来的了,那这四种不同的配搭呢?我跟大家讲一下啦。 其实很简单的,之前你们有看过我们的频道,或者看过我们的文章都知道,其实我们设计的傢俱会有两种不同的材料,一种是甲板,第二种是纤维板,针绿那些你们就拋住了,这个时代没有了,就算有都用不起。 第二种就是免料,免料来讲,就会是仿木纹的料,和这些叫防花料,就可以配搭到四种不同的定造傢俱材料出来,那它们有什么分别呢?大家就不需要太担心,哇,很多东西要选择。 其实你要记住一样东西,就是你们的预算计算是多少,如果你预算高的话,当然是用一些比较好的材料,就好像我现在手头数几个款,它是甲板,那甲板有什么好呢?我再跟大家去温习一下,甲板的好处就是它里面有针绵层在住的,跟着用胶水痴来讲,分量比较少,所以它的甲存比较少,而它有针绵在里面的关系,所以它那个承重能力也比较高一点, 所以它那个造工来讲,就会比起纤维板就会比较复杂一点,也会贵一点的。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它的面料,刚才都说了,木纹和防花,那有什么分别呢?好像木纹那样,我给大家看吧,它不防花的,它好处就是看下去像真木,不过一刮,你就会看到它会有花痕在这里了,如果你说放在一些容易被刮到的地方的话, 它就不太耐放的,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它更新的面料,防花板,讲给大家听它防花板,就这样就防花的,就算你怎样刮都好来讲,其实它都可以保持到那个表面不花的,所以这种料来讲,相对也会贵一点点,所以你们选择家具的时候,就可以因应你要放在那个位置来讲,去决定到你用哪一种材料了, 今天的生活小爆花又到此为止,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!